记者邱俊福台北报道,刑事局局驻美国警察联络官林少凡本月8日荣获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efs of Police,IACP,精英领袖奖,IACP40,Under40,Award 该奖项为IACP连选全球40岁以下或提名的优秀执法人员 并选出40位给奖人,在IACP年会颁奖典礼中受奖 而林源为台湾首位获得此一殊荣的执法人员 先是我警察人员优异表现已备受国际肯定 林源为中央警察大学第68期毕业,曾赴美修读国际关系硕士 92年至102年于警政署国际组担任警务政 自103年12月支援刑事局外派赴美担任驻美联络官 本次于IACP年会中,林源另就我国打击跨国诈骗犯罪之努力及防治作为发表演讲 并担任年会相关警政议题研讨会与谈人 除与各国预会代表意见交流外,亦提升我国际能见度,拓展国际警政合作空间 IACP为全球最大型非政府国际警察组织 各国会员超过32,000名警政执法机关首长,打击犯罪不分国界 IACP会长Louis Deckmer及副会长Paul Selle已曾于上月访台参加警政署 举办打击跨国诈骑犯罪国际会议,并担任开,闭幕致词 刑事局表示,IACP40 Under40将向志在表扬全球40位,40岁以下最具潜力的执法经营领袖 与特定执法领域的具体贡献及所彰显的学习典范,其中林源于驻美期间致力促进台桥社区警政活动 加强台湾警政执法人员与国际交流,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其努力及贡献或IACP林选委员会一致肯定 有感于乔寅对美国警察之间仍存在许多隔阂及不了解 为帮助拉近警民关系,林源积极协助侨民与美国执法机关连结 例如协助侨团台美警消支有协会办理多次有关如何因应大规模枪击事件讲座 即邀请执法机关参与华府龙州赛,庆祝新年大游行等大型活动 此外,林源也协助国警察人员与美国联邦,州及地方警察执法机关交流合作 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训练,纽约州警局,纽泽西州警局等及参加IACP等多项国际会议或训练 一邀请美加地区警察机关人员赴台交流,强化各层级及专业领域交流 本年获奖者既有美、加、英、澳、哥伦比亚、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西班牙、巴基斯坦、以色列及墨西哥等11国家执法人员